這些演員優秀是在於 他們自己去把那個角色長出來了 然後他把整個角色收定了 結果都完整 所以你實際看完你會知道說 啊這個不是模仿誰 這個不是模仿誰 誒 都吃過了嗎 吃過了 那馬你不理我幹什麼 最主要對到的人就是馬哥 我的上級就是王兆陽 劇本上其實沒有那麼多打哈哈的話 馬哥他就是非常會信熟年來講這類的話 謝謝主任 等一下 你最近吃什麼了最近 你腦袋變得比較清楚 繼續吃下去 可能我年紀也比較長嘛 所以可能比較容易去想到那個氛圍 那最主要是這個陳宇那邊 也給了我很好的feedback 我是最幸運的演員 因為我的戲沒有跟到 府方院方這邊的高手在切磋 I'm lucky guy 衝突開始的時候 我可能看著婚姐同拍 只有盲牌 我們就拿著 對 因為燉牌什麼 那是很多人 我們就不太買 請馬上天誠 馬上天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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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是否長遠中的決定案 所以我會想說長遠中 會有好多的 你怎麼做? 是家長的工作? 哦,對 OK,我知道了 原本是 你中文也好難 我從來沒講過的 什麼東西 無論如何 都要請主任幫忙 無論如何 還有什麼韓式 可以講不管怎樣 都要請主任幫忙 哪個比較簡單 練習裡面有唱歌非常開心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是歌手 就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大家的歡迎 我看大家的歡迎 喔 可以拍一會 謝謝 本來以為你是對手 我跟大軍說 對腿對得還不錯 沒有 他說他是唱真的 我說唱這麼好 朝野爆發暴力衝突 市上立法院朝野兩腦的關係 就因為聊起風力世界陷入 你幹什麼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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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陳鋒寬委員這個角色 我心中也有一個人 但可能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的表演沒有在模仿 我是另外在做一個 新的角色創作出來 當家昆桃 他的腦袋 有沒有跟著我們 進步他的民族時代 我還是有控制 就是發聲位置跟咬字 咬字也比較沒有這麼扁 這麼沙啞 然後這麼讓大家 一聽就懂的那種 台灣國語 那我要演到 讓你覺得像那個角色 但是又不能讓你覺得 我就是那個誰 你只要知道有感覺就好 你覺得是誰就是誰 但是你可以體會感受到 當時那個年代的那種氛圍 現在台灣黑金氾濫 政治與財販嚴重掛鉤 我將持續經濟部長的職務 參加立委 立抗黑金 像邵壯國本身 他就是一個說話比較快 然後腦筋動得很快 然後他還有滿腔的熱血 所以他說話都坑腔有力 尤其是演講的時候 要非常有魅力 突然之間覺得說自己 會變成這樣一個人 我演起來都非常有精神 甚至於跟我小孩 在說話的時候 我都變得非常有精神 爸爸跟你說 今天你要乖一點 在學校裡面 聽老師的話 很接近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連日常生活的時候 都會跟他很雷同的 現在見到朋友 就常常會聊政治事情 因為我發現你多聊 那你在演這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你就會有那種 感覺就會比較對 總化民國 總化民國 請求萬事 老師說他常常走音 不過就是因為書夠大 才找風 再大的風 吹不到你爸爸 除非那件風啊 是我 那時候就只有寫到爸爸說 再大的風都吹不到我 其實後面沒有斯江的詞 可是那時候導演就覺得說不行 這樣塞在這裡感覺很奇怪 就那時候就想到這個說 其實在一個再Tough的軍人 心頭最軟最溫暖的那一塊 永遠都是留給自己的兒女的 那當然這句話我會覺得 他有點雙關語 因為可能在後面的時候 爸爸遭遇到的一些打擊 其實跟女兒也有一點關係 無論這些暴力分子 是民主黨 或者是台獨組織的支持者 民主價值的體現 就在於言論自由 因為我自己的聲音也好 或者是我的外型也好 通常都是人家會覺得是比較 屬於嬌弱 嬌滴 而且前期的楚思江 也是這樣比較嬌滴滴的 心象的感覺 那你後面要能夠做一個 怎麼樣比較大的轉變 所以讓人家覺得 哇 不一樣 這是最大的顧客 所以我有看很多的影像 就是特別是女性的 從政人員的一些問政 去參考他們每個人 展現出來的那個樣子 我盡量把楚思江 他的不同的特質 把他盡量展現出來 他有女性的溫柔 跟他堅定堅毅的部分 還有去看一個那個紀錄片 RBG大恐龍法官 在那個紀錄片裡面 因為我看到的他 其實是 不是我們想像說那種 很慷慨激昂 然後大聲之類這樣子 他是非常堅定的訴說 他自己的理念跟主張 你可以感覺得到 他內在透出來的那個力量 那所以有這樣的參考 可以讓我覺得說 我對於這個 楚思江的表演上面 可以有多一點不同的可能性 現在民意多數也是 贊成公民之選的 以我們現在的基礎 一定會勝選 這樣我們黨的執政 就會更加的穩固 張主任 我剛剛並沒有說 我要支持哪個方案 反而是你先表態啦 呃 自己在做了這個角色解析之後 就覺得 人不是那麼片面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 我們每個人都在求生存這件事 像你們這樣子的黨國之後 機會永遠是為你們準備好 所以我很努力念書 我很努力去國外聊學 以這樣子思維的人 身材應該要在 就在精瘦一點點這樣 而且裡面當然會有一些些 就是感情上的戲嘛 就覺得 好 那我要減肥 後來減六公斤 除了減重之外呢 就是 熟讀了那個國際禮儀的部分 然後其實當然劇組給了很多 文獻資料去看嘛 我自己的部分是採用了蠻多 大家一定都聽過的某些政治人物的 某些部分的個性 或是他的某些行為 或是講話的特別方式 那 是 讓觀眾自己去挖掘 這個角色到底有什麼好玩的